今天我想和你谈一下为什么肥胖的人容易得肾结石 但是在内容开始之前我还是先想和你聊一下肥胖的危害 因为许多的朋友确实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大家都知道肥胖不好就会严重影响我们的体型和容貌 对男性而言就算你有肥厚的肌肉就算你有英俊的脸庞 可如果他们都被厚厚的脂肪遮住了 这一切都只能算作是隐藏技能了 对女性而言这似乎就会更加不公平了 她们不仅可能难以找到合适的伴侣 也可能还会被旁人误认为好吃难做 要我来看的话这些问题其实都还好 别人怎么看是别人的事情 开心做自己做正确的事情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过于的在意肥胖对自己的样貌 或者是对我们的体型的影响 同样也不应该因此以貌取人 但是我们应该在意肥胖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 这是关乎自身利益的事情 那如果我要你说肥胖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 你能够说得出来吗 许多肥胖的朋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运动能力下降 跑不快也跑不动 可能走几步路都要停下来歇一下 随着年龄的增大 肥胖的朋友会更早的出现关节疼痛的问题 或者在摔倒的时候更加容易出现骨折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好解释 一个成年人的骨架和心脏却要承受1.5到2个成年人的体重 或者是小孩子的身体却要承受大人的体重 这就好比是小马拉大车 时间长了 从发动机到齿轮到轮胎都会出现异常程度的磨损 导致体检报废 而且我们也更容易在肥胖人群的身上 看到他们出现代谢功能的异常 他们会更容易也会更早的出现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的问题 这些代谢性的问题会不同程度的损害他们的心脏 导致冠心病心脚痛心理衰竭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明显的加大 所以这个年头 我们看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住心血管内科 做介入手术 给心脏的血管放支架 这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而且肥胖的朋友患脂肪肝的比例也会很高 尤其是腹部型肥胖的朋友 他们的内脏周围会有更多的脂肪 这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内脏的功能 对肝脏而言 脂肪肝绝对不是一个小的事情 哪怕是轻度的脂肪肝 轻度不代表问题小 你也千万不要被这两个字迷惑了 不去关注它 直到有一天 它变成了重度脂肪肝 出现了肝炎 肝纤维化 肝硬化 那你真的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还有对呼吸的影响 你应该会深有体会 肥胖的朋友 由于颈部和腹部脂肪的堆积 他们的呼吸道更加容易受到压迫 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容易出现睡眠呼吸暂停 这会严重的影响睡眠的质量 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 而睡眠不好会进一步的影响 身体 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平衡 这又会给身体的各个细胞和器官 带来更加广泛的不良效应 所以肥胖也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增加不孕不育症的风险 让你更容易出现认知功能的下降 以及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 这些由肥胖给身体带来的不良影响 很常见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但是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肥胖和肾结石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虽然在许多关于肾结石的医学科普网页里 也许看到了肥胖被列为肾结石形成的高危因素 但是他们并没有给你完整的解释 所以今天我来解释给你听 简单的来讲肥胖分为两大类代谢健康的肥胖 以及代谢不健康的肥胖 前者除了胖没有任何体检检验结果的异常 他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还有尿酸 以及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都是正常的 而代谢不健康的肥胖 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合并有一项或者是多项的检查 检验结果的异常 后者被认为相对不健康 他们通常合并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他们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相对较大 胰岛素抵抗是第一个大麻烦 它既是许多健康问题的结果 也是许多健康问题的起因 放在肾结石这个问题上来看的话 胰岛素抵抗同样有所作为 它为代谢不健康的肥胖人群增加了肾结石形成的风险 许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他们也被发现肾结石形成的风险大大的增加 这是因为肾脏水平的胰岛素抵抗 可能会干扰了肾脏生成胺的能力 这意味着尿液的酸度会增加 当尿液的PH值降低 尤其是低于5.5的时候 尿酸在尿液中的溶解度就会下降 这意味着尿酸性肾结石的形成风险就会大幅度的增加 而且肾脏的排酸能力受损还会减少尿液里面柠檬酸盐的排泄 柠檬酸盐和肾结石有什么关系呢 想一想我们常用的除水构剂 我家里就有一瓶柠檬酸颗粒状的 柠檬酸会和尿液里面的钙相结合 形成了溶于水的落合物 防止钙和草酸结合形成沉淀和结晶 那么尿液里面的柠檬酸减少了 钙和草酸结合的机会就会增加了 草酸钙肾结石的风险也就会加大 第二个原因 尿液里面尿酸的含量太高了 先说尿液里面的高尿酸问题 我们通常会看到 有的肥胖朋友 他们的血液的尿酸水平会比较高 我们通常也认为 肥胖的人应该是尿液里面尿酸排泄不足 但是我们很少会有人去真正的去测量 那些拥有健康肾脏的肥胖人群 他们尿液的尿酸的含量 2021年的一个研究发现了 那些没有慢性肾脏病的二型糖尿病患者 他们的尿液里面尿酸水平 和他们的肥胖以及腹部的脂肪程度密切相关 在这个研究当中 研究人员发现了肥胖的人 尿液里面尿酸的排泄量是大幅度的增加的 如果不是由于吃的食物里面 富含了大量的飘零转化成了尿酸 那剩下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 人体尿酸的内源性生成增加了 而过多的尿酸会更加容易的形成结晶 形成结石 对于代谢不健康的肥胖人群 这可能是他们容易形成肾结石的一些原因 那对于代谢健康的肥胖人群来说呢 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实际上这两种类型的肥胖 他们在患肾结石的风险上 并没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有研究人员观察到 只要是肥胖 他们似乎都会增加肾结石形成的风险 那么在这个研究当中 研究人员认为 肥胖会改变脂肪因子的表达 会增加炎症细胞因子的水平 包括肿瘤患死因子α和白结素6 总的来说 肥胖增加了人体的炎症状态 增加了人体的氧化应激水平 那么这两种情况都会促进 肾结石的形成 同样 即使是代谢健康的肥胖人群 也容易出现高草酸尿的问题 这既可能是来自于 饮食里面的草酸盐含量太高 例如菠菜甜菜 黑巧克力茶叶 还有腰果等许多的植物 也有可能是由于肠道的炎症 或者是肠道的微生物群的改变 增加了肠道对草酸盐的净吸收 而过多的草酸盐 也容易和尿液里面的钙 在形成结晶 我努力的想要去把代谢健康的和代谢不健康的肥胖人群 他们换上肾结石的机制分清楚 但是后来发现仍然有许多的因素是缠绕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你想图省事 那么我们就简单的理解为 肥胖了不好会增加肾结石形成的风险 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会问我一个问题 虽然我很胖 但是我减肥了 能不能降低肾结石形成的风险呢 我觉得可能会降低 也有可能会升高 那么这要看你具体用什么方法来减肥 我们下面接着分析 先说药物减肥 有研究发现当使用奥利斯塔减肥的时候 可能会增加肾结石形成的风险 这种药物会导致肠道里面脂肪的堆积 它会通过造化作用和钙相结合 这可能会增加肠道对草酸盐的吸收 导致尿液里面草酸盐的排泄增加 最后增加肾结石形成的风险 另一种药物就是分特明脱皮脂 它被美国FDA批准用于减肥 但是由于安全问题 它并没有在欧洲以及其他的国家得到批准 那么这种药物会导致尿液柠檬酸盐的排泄减少 尿液PH值的升高 增加了磷酸钙结石形成的风险 接着我们说手术减肥 有的朋友愿意通过改造自己的一部分消化器官 来控制食物的摄入 最后实现体重的减轻 这种方法我是不赞成的 虽然你可能会取得体重减轻的结果 但是你也需要面临一系列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然而并不是每一条远期并发症 都会有专业人员和你详细的谈到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谈到的肾结石的问题 201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就叫做 减肥手术后肾结石很常见 在这里我就不对数据进行详细的解读 有兴趣的朋友 我把网址留给你 你可以自己去查看 最后我们说一下不同的饮食策略 在减肥过程中 可能会对肾结石的形成带来哪些影响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研究来向你说明这一切 于是我找到了一篇2023年发表的文章 作者讨论了这样一个话题 通过研究 他也发现了这样一些结果 进行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或者是生酮饮食的儿童 肾结石的发病率估计为5.8% 成人肾结石的发病率估计为7.9% 所以他认为这种饮食模式 不适合作为操纵肾结石患者的减肥策略 如果确实的想要使用这种饮食模式 那么为了防止生酮饮食患者 形成肾结石应该考虑摄入充足的液体 并且使用柠檬酸碱口服液来减化尿液 他还讨论了间歇性进食 代行饮食 低中海饮食 低碳水化合物 以及低脂肪饮食对肾结石形成的影响 但是由于数据有限 他无法给出有效的结论 所以在饮食这一块 我认为目前并没有科学化的指导意见 能够很好的去帮助每一个人 在预防减肥过程中出现肾结石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 只要不是通过极端的方式去减轻体重 只要吃的是纯天然的食物 并且真正的做到了均衡饮食 减少了不必要的能量摄入 并且补充了足够的水分 这应该是可以把减肥过程中 肾结石形成的风险降到足够低的 当然如果你确实还是心存疑虑 那么我认为定期的到医院去进行相关的检查 监测肾脏的情况 以及尿液的各项指标 我认为这应该也是一个可取的方法 那么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彭哥 我们下一期再见